那么真正的主动枪日不柜打响第一枪的是谁呢 是历史上有名的将领抗日将马战山 马战山当时是干什么的呢 原来是张学良委任他当黑河地区的警备司令 后来给他提拔成是黑龙江省政府的主席 同时又是黑龙江军队的总指挥 那么在1931年10月4号的时候 日本人试图通过嫩江大桥来攻占齐吉哈尔 这时候马战山巨手在嫩江大桥这 跟日本鬼子展开了一场入波战 最后是打死了日本鬼子将近一千人 当然他部队也损失惨重 就是这一战应该说是中国人正式的 向日本鬼子打响的第一枪